制定反恐怖主义法是中国依法治国的重要步骤 也是中国政府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必然的要求 那么该法案当中的相关的内容 都是中方根据当前国际反恐形势 以及国内反恐工作的实际需要 并在借鉴了有关国家相关的立法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提出的 那么有关的立法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我们希望美方正确冷静和客观的看待和处理 关于信息安全问题 我记得前不久有媒体爆出 有的国家在其他国家的SIM卡厂商电脑中 植入间谍软件来实施网络的监控 那么这才只是近期陆续披露出来的案例之一 那么各国对此都是高度的关注 也都在采取措施保障自身的信息安全 这是无可指责的 谢谢 Vietnam has made a diplomatic protest